大家好,今天我就说,绝对不要小看街头艺人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前一阵总,我分享了一个故事,讲到有一天在华盛顿DC地铁上,有一个街头艺人,拿出一个小提琴,拉了一段时间,后来大家才知道,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,说说贝尔,这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。 在那时候,我们就开玩笑说,绝对不要小看街头艺人,六十年代纽约地铁街头艺人,我每次回纽约的时候,看到地铁上表演的这些很厉害的乐手,或者各式各样的打耍艺人的时候,总是想他们是否会在某一天,出现在太阳马戏团的舞台上,或者会不会出现在某一个电影里面,果然还真的是如此。 当一个街头艺人,可以非常快速知道,什么东西能够有人会欣赏,什么样的表演方式会吸引大家的注意时,为什么要分享他的故事呢? 是因为在Hotcast里主持人问他赚多少钱,他说,其实赚得还不错,其实做一个街头艺人赚的时薪,尤其在纽约,赚多少呢? 他说,可以每个小时赚到二十块美金,二十块美金,各位想想看,这个时薪其实还不少哦,如果你有演出梦的话,可以都去纽约地铁上去试试看。 当然,主持人也说,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赚到这么多,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秘诀吗? 他说,秘诀就是,你要很了解你的音乐属性,你的表演方式,以及你所表演的地方。 据个例子,如果你所表演的是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,像是The Beatles的歌曲,这种歌曲耳熟能详,所以你要站在一个大家可能接触你一两秒,听到你的旋律就会马上就知道的地方。 因为大家碰到这种民歌的时候,基本上只要你弹的还OK,他们都会给钱,所以这种情况最适合的就是大厅,大的走廊,很多人进进出出,有很多车子来来往往的地方。 但是他所表演的那种是叫做Fingerstyle,这种表演是用手指弹出很多复杂切分的,而且很多都是他自己独创了激情的一些演出,这种演出方式,必须要观众站在那个地方细细的聆听,大概两三分钟以上,才能够真正欣赏其中的奥妙。 所以汤姆森选择了一个地方,在一个特别的地铁站,为什么?因为那个地铁站,从东向西,或从西向东的车,都会在同一个平台停下来,所以,汤姆森拥有了两边的乘客,占班次很少,所以,他有很长一段时间,来让听众欣赏到他的音乐。 一个名为那国家族王府的杂技表演班子,在纽约地铁上表演杂技,从这个故事里面,我们知道的确并不是每一个街头艺人都是一样的,除了你必须要有好的演出技巧之外,你还是要很懂市场,这给我们很多启发。 也立刻让想到,为什么在某些地方会开某些店,往往可能都是因为正需要的人会出没在那边,就像是我所住的台北市地区有很多的白领。 后来,我也听说在这附近,是有最高密度的推难按摩的地方,为什么? 可能大部分的人下班了回家之后,都会觉得特别累,于是会需要按摩一下。 今天向大家分享这些故事,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 第一,你要知道你所卖的东西,你自己的艺术,自己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最有可能被鉴赏到,你在哪个地方住店会对你是最有利的。 而当你发现所有其他像你这样的人,全部也都聚集过来,就是因为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地盘,但是这个人群开始改变,你也不能够一直待在舒适圈里面。 知道人群在哪里,那才是应该是你该在的地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